善良的女孩意外救下一条小白蛇 并为她取了小白这个呆萌的名字 殊不知小白蛇并非她的真身 小白本是一条修炼千年的龙王 一心想历劫成为真龙上仙 勉强度过第二次天劫的她 被最后一道天雷劈入龙影池 化作人形后缓缓从池水中走出 裸衣暴徒的玉池龙颜外表俊狼 见没心目 只见她随手一挥便招来一件法衣 随后就这样静静地站在那里 身姿鼻挺 神色略显平淡 眸光清冷疏离 细细一看 犹如看到了云巅之上附着挨挨白雪的山峰 让人望而却步 只要度过第三次天劫 才能完成自己的夙愿飞升上戒化为真龙上仙 在命格新君的指引下 她必先找回天庭被盗的上古金甲 用金甲护身方能度过天劫 可上古金甲被封印在一处危险的秘境中 并且还有着凶狠著称的天魔双煞守护 玉池龙颜不顾受伤的身躯 独占天魔双煞 在双方一阵试探之后 天魔双煞根本进不了她的身边 玉池龙颜为了速战速决 幻化出金龙真身 与生俱来的龙颜完美地克制住天魔双煞 在真龙冲击他们的那一刻随即湮灭 虽然成功地得到上古金甲 却触发了秘境中的封印 她因此救伤未遇右天心伤 不得不落入凡尘 化作小白蛇姿态续养自身 虽被善良的刘盈所救 却不惜被她关在铁笼中 小白人 居然敢人鼓作猪笼子 对着刘盈就是一顿呆萌的呲牙咧嘴 刘盈似乎看穿了小白蛇的想法 我不是故意把你关在笼子里的 我只是胆子有一点点小 无奈下只得把她放了出来 并细心地在小白蛇伤口处抹上了药膏 慢慢地也不再惧怕 还给她取了个呆萌的名字小白 看你浑身银白 那以后 我就叫你小白吧 一人一蛇在慢慢熟络后 刘盈还特意为小白准备了鞍唇蛋 不吃生食的小白利用轻微的法力 把旁边的灯竹吹落 认为是意外的刘盈 只得把灯竹放归原位 带到她再次转过身来 小白已经将她的鸡蛋羹吃了得抵朝天 啊 我的蒸蛋羹 你怎么喜欢吃 熟的 这让刘盈大感意外 她将小白只吃热菜和糕点的事 告诉了自家小姐 小姐虽然也感到意外 却对此并不感兴趣 以为是刘盈自己贪吃着的借口 并赏赐了她几块榴莲糖 刘盈兴高采烈地拿着糕点 要给小白分享 屋内化作人生的浴池龙颜 听到脚步声 在开门的瞬间又变回了小白蛇 并趁刘盈给她倒水的几夕时间 就吃光了所有糕点 我知道了 你原来是不肯在我面前吃东西啊 刘盈最后还是把榴莲糖 拿出来给小白 见小白一口就全吃完 刘盈还以为小白喜欢这种味道 这是什么怪味道 你吐了 殊不知小白对此嫌弃不已 深夜 不清楚小白究竟是公还是母 万一是男的呢 男女瘦瘦不亲 所以 所以她还是决定把床留给小白 自己则在地上打起地谱 男女瘦瘦不亲是什么 难道 是要本座亲的 化成人生的浴池龙颜 并不了解凡间情爱之事 便把刘盈抱回到了床上 一整晚刘盈睡相极其不老实 仿佛她才是蛇一般 睡姿千奇百怪 浴池龙颜对此嫌弃不已